刚出生的圆顿螳螂,你们见过吗? 今天,康康带你们来看一下 这是之前螳螂的孵化箱 今天,很多小圆顿螳螂出生了 孵化圆顿螳螂的卵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刚出生的圆顿螳螂特别的小 只有蚊子这么大 这个长相,乍一看,还真有点像蚊子 刚出生的小螳螂,本能的去舔食自己的捕捉族 毕竟,这是自己一辈子的武器呀 圆顿螳螂是不能混养的 所以康康需要把螳螂们分别安置 康康准备了小盒子,还有小刷子 打开盒子,我们看到了一只小螳螂 站在温度计上面 螳螂出生后不久,就可以到处攀爬了 非常活跃 下面康康会把小螳螂们分别放到小盒子里边 因为疫情的原因,康康的城市物流不通 没法在盒子里边制造攀爬 所以,先只能委屈小螳螂们了 小螳螂非常的灵活,所以需要用刷子来引导它们 同时,小螳螂又非常的脆弱,所以需要小心对待 这个活儿,在康康看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活儿,在康康看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有一只小螳螂,顽皮的跑到了康康的手上 看起来特别好看 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一只螳螂将来会长到那么大 那么的凶 想到以后会伴随它们成长 康康还是很开心的 照顾好看 算了,几乎鼓努力的 ,唯一,现在是制作的 这只小螳螂躲在卵的下面 梳理着自己的身体 康康用手指触碰一下它 马上就跑开了 至此康康把所有的小螳螂 都转移到了小盒子里边 单独饲养 因为物流影响 康康没有买到果营 康康自己配置的营养液 我来喂小螳螂 然后再把面包虫剪开喂它们 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小螳螂在喝营养液 你们看到了吗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